多喝水真的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看完你就明白了 感冒咳嗽发烧多喝水 大家一定都听过家里的大人说过 在你的印象中 是不是喝水百利无一害呢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美国的女孩凯特因为两个小时内 喝光了11升的纯净水 差点丢了性命 凯特在一个喝水比赛中成为了冠军 然而当她拿着奖品坐上丈夫的车后 脸上却看不出一丝的喜悦 反而出现了十分诡异的状况 喝了如此多的水 居然没有任何小便或者是呕吐的冲动 她痛苦地告诉丈夫 自己的头和眼睛仿佛就要裂开了 但丈夫并没有太在意 只是加快了车速 希望快点回到家 让妻子好好的休息 但就在凯特躺在床上后 情况却开始急剧地恶化了起来 随即癫痫发作 此时她的丈夫正在楼下 边看电视边吃晚餐 完全不知情 直到一个小时后 丈夫呼叫妻子用餐未得到回应 上楼查看时才发现 凯特已经失去了意识 躺在床上剧烈地抽搐 丈夫赶紧拨通了医院的急救电话 医生诊断 凯特是患上了急性低纳血症 病的根源则是 她止尽不出的十一身冲净水 他们在身体里面四处乱窜 吸湿了血浆中的钠离子含量 从而导致患者头疼 血晕无法思考 甚至出现了癫痫中风的情况 索性通过补充钠 以及在利尿剂的帮助下排除了水分 凯特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祸回来了 可算是有惊无险 所以多喝水也得有量 专家建议一天1500到3000毫升最佳 病人四年不刷牙 张开口吓坏了医生 指引牙上长出了这个东西 46岁的杰克不光是一名成功的工程师 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然而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儿子不幸夭折 被单位解雇 妻子提出了离婚 接连发生的厄运 让他无法面对现实 自暴自弃 似乎成为了杰克唯一的选择 他对什么都无所谓 甚至连牙都懒得刷 靠政府的救济金 以及便利店的食品和果汁为生 短短的四年时间 他的体重飙升到了两百多斤 疾病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 他开始经常感到极度口渴 即使大量的饮用果汁后 仍然无法缓解 同时还出现了呼吸急促 与腹部不适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 杰克由于大量的饮用果汁 血糖值居然超过了正常人的十倍 由于这种长时间的高血糖状态 葡萄糖正在不断地 从身体细胞里面吸取水分 导致大脑认为是身体脱水 这也是杰克经常感到口渴的根本原因 不仅如此 由于其错误的补水方式 使他的肾脏始终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引发了急性的肾损伤 随时都可能猝死 所有人都觉得 是杰克错误的饮食习惯 导致的这一后果 然而一个新的发现 却让真正的病因浮出了水面 在治疗的过程中 细心的医生发现 杰克的面部有异常的肿胀现象 打开嘴巴一看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口里全是因为长期不刷牙 导致的牙齿发炎与牙龄膀 原来这才是这场疾病的根源 炎症从他的嘴巴开始 通过牙龄进入到了杰克的全身循环 为了对抗炎症 免疫系统只能被迫激活 释放肾上腺素 但这也会让肝脏与肌肉中储存的葡萄糖 快速地释放到血液中 这才是导致杰克血糖严重超标的罪魁祸首 不过相比之下 接下来的这位长期刷牙的老奶奶 死活都想不通 自己仅仅是因为吃了些巧克力 怎么就差点见了上帝 老奶奶吃太多巧克力 差点见了上帝 这是怎么回事 艾莉虽然已经81岁高龄 身体却好得很 吃麻麻香 今天正陪伴着自己的孙子 一起庆祝复活节的到来 为此她还特地准备了大量的玩偶 巧克力以及彩蛋 但这明显是一个小朋友的节日 客厅里面充斥着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音 被冷落的艾莉只好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决定用美食来打发自己无聊的时光 几口浓香的巧克力入口 艾莉的心情大好 感觉自己又变成了曾经的那个美少女 她越吃越多 粗略地估算下来 得有一斤左右 艾莉开始有了胃痛的迹象 但她并不愿意打扰大家过节的兴致 只是自己独自一人走进了洗手间 蹲坐在了马桶上 与自己的老毛病便秘做起了斗争 她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问题解决 顿时觉得浑身通畅 然而就在她站起来的瞬间 一阵霹雳般的疼痛直冲脑门 她的头骨似乎都要被碾碎了 有些惊慌的艾莉赶忙扶着墙 挣扎着走到了卧室 躺在了床上 顿觉天旋地转 恶心与疼痛愈驾的强烈 连脖子都变得僵硬了起来 然而这位慈祥的老人 还是不愿意打扰家人 只是一个人蜷缩在床上冷暖自知 直到几个小时后 艾莉的儿子被一阵巨大的呕吐声惊动 赶紧上楼查看母亲的状况时才发现 躺在床上的艾莉正浑身的抽搐 没有了意识 救护车刺耳的敌声 立马掩盖了家中的热闹 CT检查结果出来 导致这一切的原因 是脑部破裂 造成的珠网膜下枪出血 原来艾莉净食了过多的巧克力 导致了便秘 在排便的过程中呢 又由于过度的紧张与用力 导致了短时间内 使她的血压急剧的升高 血液被推进了珠网膜下枪产生了破裂 通过此事事件 可以说是因为老奶奶嘴馋 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但我们换一个角度 也可以说是晚辈对长辈的关爱不够 关爱老人不仅仅是为其提供丰厚的物资条件 更需要给予性命的关怀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